我现在是在我奶奶家 这是以前的那种镜子 还挺漂亮 家里收拾的是 板板正正干干净净的 这么多凳子 是因为每天 有来学习的老太太 跟俺奶奶来学习 对了奶奶 最近那个日本 排那个污水 喝污水你知道吗 我听说的 你也听说了 说的 北京 鲜眼都抢光了 北京的盐都抢光了 二姑跟你说的 就买不着了 他让我在这给他买点 这么厉害吗 一点都没说想话 等到水放来了 污水放来了 啥盐都不用吃 还都不想 谁吃了就死 老太太心里担心 所以说多通点盐 吃点健康的盐 怕以后的海盐不好 但豚盐我感觉用不着 但核污染严重还挺严重的 像沿海地区 那个专家说 二百四十天就到中国了 到中国了 对 二十四天到中国了 中国的东西都不能吃了 就是海鱼 什么也在买的啊 对就是鱼 像咱东北的话 吃那个明太鱼 还有那个叫什么 霸鱼 就都是那鱼法 什么鱼都不能吃 都从哪来的 还有一个以前 经常爱吃那个秋刀鱼 就是也都不能吃了 啥都不能吃了 对 海米 海鲜以后要少吃 海粒子 还有那个贝壳类的 都不能吃了 啥都不能买了 什么都不能买了 海鲜品可不能吃了 啥都不要了啊 除了这个食品类的 就是化妆品类的 也会受到这个影响 因为化妆品很多东西 也会提取到 这个海里的一些东西 这个放射性物质 非常的厉害 之前的时候有一个人 就是新闻上报道 回家的路上 他捡了一块那个小链子 他就开始呕吐 后来就是四肢瘫痪 就每几天 就是就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核辐射 影响非常的严重 达到每千克 1400贝克勒 这是日本相关标准的 14倍 美国科学杂志 曾在2022年撰文表示 碳14 孤60和490 这三种放射性同位素 需要更长的时间降解 并且很容易进入海洋食物链 这些放射性物质 对人类具有潜在毒性 能在很长的时间维度上 以非常复杂的方式 影响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毒性来源是有双重属性的 第一是它的放射性 第二是它的重金属属性 所以这两重属性 都可以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危害 合宿进入到生态系统当中 它必定会通过 食物链的层层传递 影响到人类健康 阿奶奶今天八十了 看得不像吧 都能自己骑自行车上该 奶奶年纪虽然很大了 但是说这个思想非常的活跃 我七年前第一次见我奶奶的时候 跟我奶奶这个交流说话 我都跟不上趟 因为她说话太快了 她说十句话 我估计就只能听懂那一句话 但现在交流起来慢慢的 我也习惯了 然后她说什么 我基本都能get到 都能听懂了 我奶奶说的也是普通话 东北普通话 奶奶你是四四年的 四四年的 对 非常的厉害 信耶稣 耶稣一个同在耶稣家的力量 奶奶信教 老年人的这个信仰 还是非常强大的 同学都没有上过一天的学 但是现在的话 她能看她的那个圣经 那么厚的书 奶奶你拿你的圣经书 给大伙看看 这么厚的一本书 我认识了 都让奶奶翻烂了 一个字不认识的一个老太太 竟然现在就是 整本书都能够背下来 天天每天早上读 而且每天就是 一三五日 就是有很多老太太 跟她一块来学习 有很多老太太也就是七八十了 也没上过学 也不认识字 但是现在也都识字了 感觉这个信仰的力量 真的是很强大 你们都信耶稣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